详细的说明 而既然不知道自己的真心 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 用诸妄想啊 妄是希望不实的 我们的心底低流意识的想 完全是不正确的 都是妄想 我们完全用这个妄想心 不知道自己有真心 我们大家自己回望反照照照看 我们知道自己有真心吗 你能对于自己的真心生起功用 能够得到受用吗 而我们平常的这个内心的心理作用 是哪一种 除掉妄想之外还有什么 这一部经 都是发明这个道理 尤其从现在开始的第一卷 到第二第三卷 到第三卷 漫漫末这个七大周变说完之后 欧难开悟 那才把这个真心理体 所谓常驻真心心静明体的道理啊 才说了一段落 啊 才把这个道理啊 完全说出来 然后啊 从第四卷 第五卷 就是慢慢去啊 这个要说明这个修行的路线 就是明远通门了 所以我们平常都是用妄想 这个用妄想有什么不好啊 慈想不真啊 故有轮转 因为我们这个妄想心完全没有真正的 都是虚妄不实的 不真不实的啊 呃 因为你不认识他 不认不认识真心 都用妄想心 所以用妄想心 他就会造业 起烦恼 造业 受苦 祸业苦 三道 轮转不息 啊 这个妄想完全不真 因此之故 我们有轮回生死的流转 从无始以来 一向轮转不息 就是因为这个妄想心 啊 不了解这个妄想心的不真 而又不知道自己又真如自信 啊 常处真心 信尽明提 所以才会轮转 那么 佛对欧南说 你今欲言无上菩提 真发明信 应当指心愁我所问 你指欧南 你现在想要研究修习无上菩提 研下功夫 要去修习这个无上菩提 求证 无上菩提 就是佛的果位了 要真正发明自己本有的自信 这个信就是那个 常处真心 信尽明提的信 啊 你要求证自信了 你现在哈 我要教你的时候 你应当指心愁我所问 愁就是大 我问你的话 你要指心大夫啊 不能微微去弯弯去去 啊 要大夫我的正确的问话 因为死方如来统一道故 出离生死 建议指心 指心是道场啊 啊 死方诸佛能够成佛 就同这一个门路 同这个指心的门路 指心是道场 所以他才能够出生死 啊 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 而到了就近佛国 完全用指心 不用指心不能成就 心言直顾 如是来自忠实地位啊 中间永无诸无一去向 心内心的想法 言嘴里说出来的话 心所想的嘴所说的 完全完全一致 才叫做直啊 不能说是心里想的 跟嘴里说的不一样 啊 心跟年都持的缘故啊 像这样子 啊 按照我的方法 从此开始修行 到就近佛国 中 就近存活 时 开始修学 啊 为什么不说始终 而说终时呢 到了终点呢 只是终其时而已 到了终点 就是终其出发心的心 啊 这个时就是初发心 那么这个初发心成就了 就是中啊 所以 时中的地位 从中到时 从时到中 就从发心到成佛 他的地位 这个中间修行啊 完全没有 完全的现象 中间 就从发心 到成佛 这个中间 没有啊 弯缺的情况 永久 没有委屈 的现象 就是没有 不正确的地方 按照直心 去修行 才能去向 无上补迹 不能有所弯缺 啊 这个直心 用意是说 你要明白 自己的真心 依真心 来发心 修学 啊 以不生命 啊 来做修音 才能成就 啊 究竟的佛国 可是 呃 欧兰听了这个话 他并没有办法 真正了解 所以后边的 达夫的话 从七番破旺 呃 到后边 后边的十番显见 他都还是 对于这个真心 离体啊 没有办法完全体会 他还是完全 任他的旺心 啊 看到后文 就可以明白了 啊 到这里为止 第一段 顿问顿答 显示始终全一 已经文字说完了 接下去啊 就是第二 我一说 我一诗 等流自卑二教 他这个科办呢 文字非常之好 包含 完全啊 清除 把这个全经的内容啊 统统都能包含在里面 五一 详细 啊 佛后文呢 十卷经文是 详细说 详细开示 平等心中流露出 大悲大志的眼交 啊 那么这个第二段的经文 要先把科办分清楚 那只好等下次再讲了啊 就这样认 Al 加工 Ace liber 我们 ач